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川普轉大紀元報導 接系統舞弊 密歇根州大量證人出席聽證 中共獲掌控多米尼系統 律師敦促川普頒布戒嚴令 面對系統審查和洗腦教育 選民持續發聲 不放棄 洛杉磯經文處推出新型網絡系統 服務僑迷 再來關注 週二 美國密歇根州州議會召開了有關 比特律計票中心的聽證會 當天 川普總統還在推特上面轉發了英文大紀元的文章 揭露多米尼系統 應該為密歇根州近30萬張非法選票負責 美國密歇根州參議院監督委員會週二召開聽證會 聽知有關底特律TCF計票中心選舉日當天情況的證詞 底特律是這次大選風波的焦點之一 大量證人執政 在這裡目睹了大量的投票違規行為 在聽證會上 第一個作證的是密歇根州前州參議員 同時也擔任這次TCF中心監票員的帕特里克·科爾貝克 他稱 他在現場觀察到 多米尼系統傳輸的選票數字 帶有小數點 這是他在以往選舉中從沒有見到過的 當天 幾十名證人在聽證會上作證 每個人發言的時間被限制在三分鐘 ballots were being duplicated in mass by three Democrat poll workers at a time where was the oversight in that I also witnessed a August 4th primary ballot come in to which they decided they would go ahead and duplicate it to a general election ballot 在听证会当天 川普总统发推文称 我们大比分赢得了密歇根 并同时转发英文大纪元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提到 在律师悉尼鲍威尔 针对密歇根州的诉讼中 选举安全专家拉斯拉姆斯兰指控 大选业拜登在密歇根州的选票 在两个半小时内出现了近40万的跳升 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他断言 多米尼系统要为密歇根州的 29万张非法选票负责 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拜登 在该州领先川普的票数 目前美国已经有三个州的立法机构 举行了与选举有关的听证会 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 亚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美国大律师林伍德 周二在12月1号发表推文说 美国正走向内战 共产中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策动者 并建议川普总统宣布戒严令 以推行新的选举 美国著名律师林伍德周二发推文称 我们的国家正走向内战 这场战争由第三方坏人为其自身利益而制造 共产中国正在主导这些夺走我们自由的邪恶行动 随后林伍德律师再次发推爆料 中国共产党在10月8日 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多米尼投票系统 林伍德表示 正在努力核实消息的真伪 如果属实 将与其他证据一起 证明中共正在蓄意推翻美国政府 林伍德同时建议川普宣布戒严令 并转推了我们人民大会的新闻公告 谴责社会主义左派公然发动了这场 长达四年之久的政变 企图罢免合法当选的美国总统 我们人民大会的公告指出 左派这次偷窃大选的行为 是明目张胆和重大的叛乱行为 建议川普总统在立法者、法院和国会 都不遵守宪法的情况下 宣布有限戒严令举行新的大选 保护人民的选举权 公告同时建议如重新举行大选 应完全采用纸质选票 只允许注册选民投票 同时核实选民的身份、住址 在两党监督下手工计算每一张选票 保障选举的公正和公平 新台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上周六 南加州民众聚集在城县亨廷顿海滩 举行挺川普集会 并高呼停止窃选 在场的选民提到 年轻一代在学校受左派教育影响 并不清楚共产主义的可怕 和言论自由的可贵 周六 南加民众聚集在城县亨廷顿海滩 举行Stand with Trump挺川集会 现场气氛热闹 除了有民众举起大幅美国国旗和抗议窃选标语 还有不少挺川车辆按喇叭表示支持 随着选举过了近一个月 有更多关于选举舞弊的证据被提交至法庭 连续几周都参加挺川集会的民众表示 深信川普已赢得选举 还有在场民众认为 现在的主流媒体和学校越来越左倾 导致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可怕 他们被判断了从学校和学校 所以他们都知道是个文化 但在实现上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每周来支持 Donald Trump 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声音 我认为它是重要的 尤其是我的年轻人 我已经21岁了 要站在这些你相信 因为我们的教授和教授 开始从高学校 就被证据了我们 为了支持左倾的 为了解我们的脑袋 为了解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们必须 发展自己的认识 做自己的研究 对于共产主义和审查制度 选民表示深知其害 选民表示深知其害 对于共产主义和审查制度 选民表示深知其害 这是很可怕 因为我住在共产主义国 在共产主义国 他们会扔你一会儿 然后在那一会儿 他们会禁止你 审查制度正在我们 让我们禁止 但我没有禁止 我不会停止 在说真实 因为是正确的 就是一直谈谈 虽然主流媒体 剥夺民众知情权 社交媒体用审查制度 控制言论自由 但选民表示 会继续坚持 为正义发声 新唐人记者 郭约希 杨延 航停顿海滩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 从11月25日开始 南加州洛县将于三周内 禁止户外用餐 此举对于在疫情当中 收入锐减的商家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 有宪政委员却在投票赞成户外用餐禁令之后 出现在餐厅用餐 周一 洛县先政委员 屈尔被曝出 对户外用餐禁令投下赞成票后 近数小时 就出现在圣莫尼卡户外用餐 据悉 11月24号 洛县先政委员会在监视会议上 以3比2通过户外用餐禁令 并于隔日晚间10点开始实施 为期三周 当时屈尔对该禁令投下赞成票 他表示 与其他行业相比 户外用餐可以说是最危险的 因为没戴口罩的顾客 有传播病毒的风险 然而 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仅仅过了数小时 他就到了户外用餐 前后矛盾的表现 令民众质疑他发言的可信度 对此 屈尔的发言人表示 在禁令实施前去用餐 是为了在餐厅关闭前向其表达支持 据悉 此禁令影响超过3万家餐厅 只能提供外卖和外送服务 不少商家和商会 曾于禁令实施当日 在西好莱坞举行记者会表达抗议 西好莱坞商会首席执行官莫里尔表示 其商会每天都与洛县宪政委员联络 但宪政委员屈尔拒绝会谈 医生问题、国家的罪罗资金融与社会 医生问题、医生问题、医生问题 都不是因为疫情而非 而是因为你的行动和缺乏的步骤 这将保持持络的防御途征的解释 保持安全的環境 事实上 政府官员演行不一已不是第一次 11月6号 加州州长纽森在市内聚餐 且没有戴口罩 违反了自己制定的不得三人以上聚会的金领 新台记者郭约希 洛杉矶报道 再来关注 考虑到涉嫌所谓的种族歧视 南加州的一个学区暂时把一些书 比如《杀死一只只羹鸟》和其他四部小说一起 从必读书母当中删除了 加州的伯班克联合校区暂时把经典小说 《哈克贝里·费恩利献记》 《人数之间》和《杀死一只只羹鸟》从必读的数目中删除了 这几部都是美国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小说 一些家长抱怨说 这些书对黑人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 家长说学生们用带有种族歧视的N开头的词 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了关于禁读这些书的视频会议 一个学生说问题来自于社交媒体 他说他之前所在的学校没有这些书 但同学们仍然会说N词 一位博班克高中10年级的同学说 他还说禁读这些书并没有起到保护学生本身的作用 而是阻碍了成年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新唐人记者David Lim综合报道 稍后带你看到 洛杉矶经文处推出新型网络系统服务侨民 欢迎回来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于周一推出领悟网络预约和登陆查询系统 这是一个新的服务系统 以服务更多侨民来看报道 疫情期间 民众查询申请等进度需求量激增 为此经文处推出此项领悟网络预约 及登陆查询系统 该系统包含预约现场申请 登陆邮寄申请 及申请季度查询三大功能 那么开发出这套系统 可以说是我们全世界外馆里面 第一套专用的系统 那这东西为什么重要呢 尤其在这疫情的当下 我们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民众打电话进来 他们电话没办法接通 那因为太多人打进来了 另外为提升服务效能及效率 他们希望邮寄申请的民众 于事先登陆系统完成登陆手续 以例自行查询 对于紧急的案件则需要网络预约 这套系统今天我们开始使用 那么目前呢 是每个 每周一二四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 让大家预约 那可以先预约未来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后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我们觉得说 怎么样最能够更便利 我们会随时检讨 让这系统做得更完善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 今日加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